生活就像是无止境的探索 艺人书院提供艺术、讲座和健康 带领大众追寻生命的意义 长期关怀支持新住民议题的华为艺术总监赖木芬认为 生活是无止境的探索 为了让在台的新住民快速融入台湾这片土地 创办艺员书院提供艺术、讲座与健康相关课程 藉由学习追寻生命的意义 艺员书院的成立 其实最初的初心是因为为了新住民 我筹办了新住民的活动这么多年 十大新住民新闻征选 我看了新住民在台湾的努力、台湾的付出 但是也看到他们的困境跟他们的问题 那艺员书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很微薄的力量 来弥补这一段小小的差距 这差距在哪里 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台湾的人文艺术 还有一般的社会风情不是很清楚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了解我们 新增的是养生课程 这养生课程我们是跟中国医药学院 跟中山医学院合作 由他们来教我们怎么样吃 怎么样养生 当然最重要是一些饮食卫生的习惯 那也同时融入所谓的养老很多方面的概念 新住民已经是台湾这块土地上无法切割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新住民与新二代学习专业技能 力邀许多艺文界大师请义相挺 在艺员书院教授人文艺术课程 协助新住民学习更有经济价值的技能 史房新闻 黄慧如黄开杰 台中采访报道